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卫视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张玉东 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沙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 他们的人生智慧吧 了解一下他们如何帮助 今天的嘉宾朋友 走出情感困惑 各位 请看 我俩结婚三十一年了 他没有一天不对我大喊大叫的 他大囊子主义 我真的一天都受不了了 他老说我是大囊子主义 谁也得媳妇 不是个家相夫教祖的 谁像他这样的事 一天左右玩的都不着家 我说他就跟害他似的 我现在发现想开了 如果他还继续这样 成天这样看着我的话 我坚定就不和他过了 陪着你度过那最爱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54岁 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司机 来 有请刘先生 有请 女嘉宾补女是54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无业 来 有请 欢迎老妹 就是谁要来的 我 你要来干吗 就这么过了三十多年了 就一直就是吵吵闹闹的 就这么过 完了就是他大囊子主义 非常严重 成天反正是他要说做的事 你就得做 你要不做他就不愿意 说我这个大囊子主义 有我这儿是大囊子主义吗 下班回家 洗衣服 做饭 看孩子 全是我的 那我上班哪有时间 都是上班 我也是上班啊 你上班下班干孩子 你不就是玩去了吗 大姐 你这不对啊 你听他说 那我上班给人个人打工 那一定老板 一定安排你干啥 你就得干啥办 但是我这工作是销售 那肯定有客户 陪客户什么的 那他都不愿意跟你吵啊 要成天吵啊 你老跟人吵啥呀 说不通啊 说不通 本身咱就没有多少文化 对对对 医生化 嗓门还高 就是嗓门大 活没少干 是吧 活没少干 说您得过癌症是吧 对 康复了 现在是三年了吧 这不是还行吗 身体这么好 现在还可以吧 对 你要是气 不是早那个 说明还可以啊 这也是生气得的 不生气不能得这病 我的天哪 就这大哥气的是吧 对 您生病的时候 对您照顾的怎么样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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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生病照顾还可以 完了就不是病好了以后吧 我就找了个工作 我现在家呆子吧 也是觉得挺郁闷的 我就找个工作干吧 找个工作干呢 这干上这个工作呢 就是在一起呢 就是同事就挺好的 挣得多一些了 多一些同事说 那那就请客吧 你挣多了 我是行的 我就请吧 我请客 我就得带他去吧 这应该的 带他去了 可倒好 把我橘子给我砸了 为什么呀 去了以后 大家在一起 人家就说 你看这小谷可能干了 小谷真能干 人家可优秀了 怎么怎么 他就不愿意停了 你本身你就有病 一开始我就不打算 让他一起上班去 因为他病刚好 咱又有化疗 又那个可家养着呢 好朋友养着身体 有点好点了 我说这可家 咱接着养呢 对呀 他这不行啊 可家说闷着 非要找个地方上班去 找个地方上班吧 这个活不太累 就站到柜台里边 给你开个开票 就发完货上的 这不挺好的吗 但也就当出去散心了 这样他这一上班倒好 完了啥活都给你干去 人家卸车 他也帮你当装卸服务去 那人家老板 那应该给个人打工 那老板说你去帮他 这玩意 你干活 能不去吗 你这有个力所能及的 对不对 你不能这 你这有病 不是人家大哥是心疼你 我这听不下去了 确实心疼 心疼但是你给个人干活吧 那我上干活的时候 我没跟老板说我有病 那老板要你去干啥干啥 肯定就去干嘛 他就不愿意 这玩意也不愿意 他们同事再一夸他 你知道吧 你肯定生气 我肯定生气 你说我在家里像佛一样 我搁家我就供着他 不要再俩活 你上这个地方 你干这么累的活 完了你再累饭了面 不回家还给我伺候你 我照顾你 大哥这话没毛病 心疼你 不是再说咋的 那你就想说 那你就是回家说吧 回家说不是不管用吗 当然已经面就开始说 整得我一点面都没有 这个饭没等吃完 那绝个饺了 菜也没上齐呢 打包回家了 回家就生气 那我俩就开始冷战 冷战就是生气 或者一段时间 我一心里生气 那就别干了这活 不干的家呆着吧 呆着也是没意思 我们就有个合唱团 我就心里爱唱歌 还是跳舞的 那我就去唱歌跳舞去吧 唱歌跳舞 那参加合唱团了 那这肯定是比赛了 演出了就多一些 也累 这也不愿意 也开始跟你喊了 也是成天喊 你可别说你 也是成天喊 一个礼拜七天 对吧 安排满满的 上午上课 下午练歌 晚上还得你跳舞去 出来晚上睡觉 回家能看人影 一天看不着人影 你整个家里边 啪啪啪啪啪 啥你也不管 哪儿你说 我要不吵吵 我要不喊 心里边我也压抑 要不然你也去跳 我没那时间 我还得上班呢 你看 我俩就吵吵吵吵吵的 你看这样是的 正好这个机会呢 有个机会 我们团吧 要上香港 还去香港演出 要上香港 我现在我就带着他吧 为了缓和缓和 我俩这个关系吧 带他去了 上香港也跟你喊 喊什么呀 我本身呢 他找我出去 跟他出去玩一下 我就去去吧 我怕他累着 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 我本打算去照顾他 就知道好 不光照顾他 连他们队里边 都照顾着 他们一个团吧 是五十多个人 有团长 有领队 他啥也不是 完了他自己 给人带了三十多个人 因为团长 就带了二十多个人 他比团长带的人还多 他比团长带的人还多 完了营业团长带团呢 是免费的 他那是一分钱不少话 心没少操 是利益没少出 对吧 那回来 比如说回来的时候吧 上香港 完了 有一个就是队员 他有病了 有病了 半路就要下车 下车都半 出于那个半回迷 那个状态 半休克了 我天哪 来了的 使那个担架台 台上那个救护车去 才能送医院 完了有团长 有领队的 还有身体比你好的 对吧 非得让他去 我说你本身你就是个病人 你还能去照顾你一些病人 是吗 再说了 正儿有病人 你也不是知悉亲属 你也不是个领导 万一银有这个 咱说有点傻事 对对对 对对 你处理不了 这个责任你能当地起吗 对不对 我跟他好好说 就说不通 去没去 没去 这个人我就喊了吧 喊完了以后 跟打仗似的 就没去让 跟我一顿喊 不要我去 结果整个团 哪也不高兴啊 万一有的 也有不高兴的 万一整个他 你就整个阿八八 就一顿喊完了 整个这这这 那我就不参加了吧 回来以后 我去合唱团 我也不参加了吧 那您干嘛呢 就在家待着吧 不干了吧 那你说他不高兴 你说我还去干啥去 那是那是 你别说赖我 你不参加那个合唱团了 你不也是你们那个 玩玩的 玩是那个风言风语的了吗 又是又搞暧昧 又是怎么的 跟谁啊 你们这边人 传话传的吗 传到我耳朵里边 完了因为我生气 这个是怎么的呢 我们也有合唱团嘛 我们合唱团就在一起唱歌 肯定有男生女生的嘛 在一起唱歌 就在一起玩呗 这么大岁能有啥 在一起就是玩呗 反正就传您了呗 传我怎么怎么地吧 完了传他耳朵里去了 传他耳朵里去了 这可倒好 这家更发火了 本来皮就大 这更开始 加更字了 完了养的一些花啊 全给我薄了 谁养的花 我养的 都来气嘛 不能打我呀这是啊 那就看见 把哗哗哗全给我耗了 耗得过敏了这家自己 你过敏了啊 你耗他干嘛呀真是 聊天啊 不能打他呀 你跟老婆聊聊 你说有没有人就告诉你 就是瞎传吧 你这自己不动脑子呀 这么多年他都不信我 你说这 不是不信 就是感觉是有点生气 就这样 抄了抄了抄了 那你合成团也别参加了 不去了 我俩头一段时间吧 我俩就行出门吧 出门玩玩吧 反正是出门 出门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出门发现问题了 发现问题了 什么问题 发现他跟网友聊天 跟网友聊天我一发现 可以啊大哥 跟网友聊天聊啥呢 聊的 反正前面我是没看着吧 后边就说 现在我俩都没有爱情了 就剩亲情了 那你没有爱 还敢一起过啥呀 不是他跟谁聊 那你没有爱 你谁有爱 你跟谁过去完了吧 你吧 别一说到我吧 你就断章取义 对吧 这聊天 跟网友聊天 都是有前言后果的 比如网友说 你看大哥 你对你那个爱人挺好的 你挺爱你爱人的 我说你结婚三十多年了 孩子都这么老大了 对吧 那哪有那么多爱情啊 我说现在这个呢 我感觉就是 亲情大约爱情 因为咱这四个人都知道 那地方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这家伙就跟我干起来了 没完了 您是怎么发现的呀 不是我发现的呀 是我家小姑子发现 告诉我的 我家小姑子发现 说在嫂子我大哥聊天 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啊 你也不看呢 我说我不看呢 因为我非常信任他呀 我才没想到 能跟网友聊起来呀 后面起火了啊 对呀 怎么跟网友聊上去呀 怎么还有网友呢呀 我吧有扣号 我那个扣号 我号收集这啥呢 养生的 做菜的 各种什么营养药了啥呢 我都搁到空间里的 因为有的看这儿看好了 就家我 家我就家呗 都是老头老太太的 这家完了以后就聊 就是问这东西哪来的 人有啥家这个东西 见过面吗 见什么面 上哪见面去 咱们都看北斗的 见面 我都不知道营业是哪的 气死了还见面呢 我都不知道营业是哪的 视频过吗 视频过吗 没有 不会视频 看过照片吗 只能打个字 就打个字 照片都没看过 看啥 看 就是聊 打字 但是他聊的 我就觉得都聊到 亲情 爱情上了 你说 这问题很严重啊 对啊 问题就是啊 都聊到这块了 都没有爱了 你说 就剩亲情了 还跟他聊啥呀 所以今儿来了是吧 就不能过了 干脆你快跟他过去吧 好好好 这个还有爱吗 爱是肯定有啊 但是说咱是 我就说这么大岁数了 就没有那么多激情 对不对 你心疼我 我心疼你 反正吵吵我去吵吵 是不是 这玩意 咱说爱能不爱吗 不爱哪来 这心情 你知道阿姨今天 为什么带你来吗 大姐为什么带你来吗 她就是生气 关键在家吧 跟她说不通 我也没地方发泄 啥来发泄发泄 行 找你们啥来发泄来了 你们来吧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多幸福的一对啊 大哥大姐好啊 你好 黑龙江哪里啊 哈尔滨的 哈尔滨我的机器的 你看 咱老乡 我们老乡啊 老乡 在你们整个描述的过程当中 我脑子里全都是我爸 跟我妈的画面 也这样是吧 非常非常像 我爸是典型的东北大男子主义 我爸 我二叔 我三叔 基本上都是跟老乡是一样的 他们为什么会大男子主义呢 智慧不够 想要用权威来凑 第二个 不代表说他们不懂爱 也内心没有爱 而是他们有想法 想去爱 但是没有方法 他们觉得我打着我爱你的旗号 我就可以对你一直气势 我可以对你各种的语言暴力 甚至上升到肢体暴力 这个是完全完全完全不对的 这是一个糟粕 所以老哥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大姐现在的状态 她的生活的重心 五十四了对不对 对 还有几个五十四呢 她现在生活的重心 不是在跟你讲道理 她现在生活的重心 叫你要呵护保护她愉悦的心情 确保她的疾病不会再复发 这个是你接下来的余生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跟她讲道理 跟她跟她搞算计 哎呀我干活了你没干 哎怎么怎么 这根本不重要 那反过来我再说说大姐 我觉得你现在 更没有资本去跟老伴儿去吵了 你现在生活重点就是一个 什么事情能让我开心 我就去追求 我不管你谁说什么样的话 要在乎自己的身体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对我现在就真是想开乐 我就开心怎么开心怎么玩 对广场舞能让你开心 你就跳 对她越跑去就越去 对 我就开心 那也不对 我得好好活着 那也不对 那她就很有可能跟那个阿姨 去打太极拳了 不行 那为什么你能跳舞呢 我因为我想活着 我开心快乐 那她也有权利开心快乐 那我因为我有病了现在 她去照顾我 大姐 你误会我了 你误会我了 好吗 不要纠缠于老哥在那边所有的事情 你现在为自己而活 对呀 三十多年了 你该为自己而活了 好吗 不要再纠结了 好 来来来 沙老师 我都不知道我该站在谁的角度说了 叔叔 我跟您说啊 干家务越多的人啊 永远吃力不讨好 我妈就是这样 就是一擦个地 一收拾个家 就绝对得嚷嚷两嗓子 我跟我爸又特委屈 就是你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 你没人逼着你干 没必要发脾气 这是我们的理解 你地主多狠啊 不过薛还不让人喊你看 那你们干啊 对 对吧 你们又不干 我妈就是这样的 我干这么累 你还不允许我喊两嗓子 所以我有时候也特别理解 就理解我妈 因为当我自己操持一个家的时候 我也知道干活挺累的 那些琐事啊什么的 你洗完衣服晾啊什么的 真的挺麻烦的 我也会发脾气 当你真正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才会深刻理解到 当时那个人的那种心情 所以我觉得叔叔您喊没有问题 但您可以比如说出去 就别在家里面 比如出去找个什么事发泄一下 虽然说不能让阿姨拿这个 有病当砝码 但是咱也确实要照顾她的情绪 碰到所有的问题 您稍微调整一下 说话的声音和语气 然后就说咱们好好坐下来聊 就不要以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反而最后您是以武力压迫 您还费力不讨好 最后还怪您跟我喊啊什么 其实您都是为了她好 只是您关心的方式 可能换一种方式 就会得到阿姨的认可了 对不对 我看到就是叔叔阿姨 我觉得特别幸福 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 鸡毛蒜皮的事堆起来的嘛 对吧 所以祝福叔叔阿姨 也希望阿姨身体能抑制健康 好 谢谢 好 谢谢沙老师 来 杜老师 如果说大哥是大男子主义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 大姐是大女子主义 其实一上来你们俩的一个对话 我深有感触 大姐一上来就说 她大男子主义 但是在这句话的背后 我听说了你对大哥 这三十年来的不理解 大哥立马回了一句 说我大男子主义 天下有这样的大男子主义吗 我从这句话后面听出了委屈 一心一意呵护你三十多年 到闹了个里外不是人 大姐养花对吧 对 您就像一朵骄纵的花 大哥像一个脾气大一点的老园丁 穿着这么朴素 在花的周围 一般有三种观赏者 第一种观赏者就是赞他美的人 他们只会赞上他美 但却不会为他娇花是非 这一群人就像那些夸赞你 吃饭的时候说你能干的那些人 其实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园丁心里是高兴的 但也是纠结 他不可能因为有人欣赏这花长得漂亮 就时常让这花暴晒在阳光之下 他得保护他 他内心是纠结的 但这种纠结你不懂 第二种观赏者 就是说这花不漂亮 就是那帮你帮了他忙 他反而过来闹埋怨的那帮人 听到这种观赏者的话 园丁心里是很不开心的 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来培育这花 你说这花不漂亮 我心里不高兴 还有第三种观赏者 就是来折花摘花的 就像你身上的癌症 他夺掉了你完整的身体 而当摘花者摘完花之后 再重新把花培育起来 让它重新绽放 像你今天能这样穿着红色 站在这里热情奔放的人 还是原定 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一直一心一意地呵护你 你不懂 当一个男人 宁愿里外不是人 宁愿你的同事 责贵他小心眼 不让别人夸奖自己妻子 那我也要为我妻子好 这种男人是真为你好 而不像有些要面子的男人 所以你不懂这大哥 你场上的每一句话 我所能够看到的 都是少女的天真浪漫 但是也有对于生活的不透彻 大哥虽然简单 他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 想尽办法让你歇着 想尽办法让你少受痛苦 否则的话 一个身患癌症的人 从生死线上走回来的人 今天可以活灵活现 精神百倍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 站在这儿 而且还要说他的不是 我是看不下去了 咱们不说感谢的话 咱们也别责怪好不好 我不是说他完全完美 他有问题 但是他是真爱你 差不多就得了 就这样 谢谢 这个像极了我的父母 他们俩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我做儿子的看得很清楚 我妈妈这个脑衣血一次 脑梗两次 就是我父亲陪的 很像啊 这是这一代人 男人不会服软和示弱的一种表现 你们已经习惯了 改改不了 所以我觉得 你们就这么保持吧 如果让我说就这么保持吧 就是你该打还得打 你不打生活没有情绪 反正改不了 你改不了 你们俩改不了 这到哪里去改嘛 这个东西要能改了 我觉得天下没有改不了的事情了 三十多年的夫妻了 就是一种模式 所以莫问对错 只问良心 就这个男人对你好嘛 你拍着良心说 你也别说对还是错 这个女人带你薄嘛 你也别说她是怎么样的 你问问良心就行 莫问对错 好了 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 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行了 咱俩都磕磕绊绊绊的 这三十来年了 以后呢 完了 我说话方是啥的 也注意点 你也别老跟我较之 咱们就好好地过 把身体好好养好 我呢 可能是现在也有点 那个那个 你咱俩亲那个姓氏啊 对不对 完了你也多担待点 但是你以后玩呢 也是亮丽一点 别是一玩下去就 没白没黑的 不要命都那么喜欢 对不对 咱那个有三个活动 咱参加一个 参加两个 咱留着那一个来休息 是啊 完了 这起码咱就把身体保养好了 我就是这么个观点 完了 你看看你能不能同意 好嘛 话都给您说了啊 一会儿用行动来表示一下 好吗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谢谢你们 这个特别中国 特别中国 就看到这个 你总是能看到 上一辈人的影子 他们总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 他们对家庭的一种认知 和一种爱 我相信啊 心里面都是满满的爱意 但是就是说不出来 就是表达不了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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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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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对年轻人的爱情吧 来 各位请看 他现在对我很敷衍 这半年来从来都是我主动联系他 我感觉他的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 我其实很爱他 可能是因为异地恋的原因 再加上我们每天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所以沟通少了 可能他觉得感情变淡了 我就是想让他来到我身边 这样异地恋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但是这点小小的承诺他都不肯给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赵先生22岁来自河南公司职员 来 有请赵先生有请 女嘉宾侯女士22岁同样来自河南公司职员 来 有请侯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几年了 两年 谈了两年 我要来的 我要来的 你为什么来 感觉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了 想跟他分手 怎么感觉到人家心里没有你的呢 他每次总爱给我 许诺给着买这买那的 事后又不买 然后还整天总埋怨我花钱 就比如上一次吧 他在朋友圈看到那个代购 然后他就发给我看 是个特别漂亮的包 还是个名牌包 然后我就满心欢喜地 等着那个包回来 结果人家说没买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他发给你这个链接 是让你自己买 说亲爱的你自己买 还是说这个包包怎么样 我给你买 他就是说这个包这么漂亮 我买给你吧 你说了 是 为啥没买呢 因为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嘛 然后那个包包确实也比较贵 我个人对于包包呀 化妆品这些都不是很了解 怕买回来嘛 然后两个人在闹一些矛盾 不合适呀 怎样呀 他又说我乱花钱 然后就 没买 他还总嫌我作 是这样的 因为去年过六一节嘛 去年过六一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吗 六一节 今年过六一 然后因为没有给他过 因为这个吵了一下 然后后来到今年六一 然后又因为时间没有排开 然后又没有过程 然后他应该是比较生气吧 他生气我是理解的 然后但是 我打电话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跟一个男的一块出去玩了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然后我那天打了一天电话 发微信 然后也没回 然后就比较生气 过六一哈 怎么过的呀 六一 就平常一些朋友 他们的男朋友都会送他 一大多零食呀什么的 但是我就没有 那陪你过节那个男生 没给你送点零食吗 没有 我那次是骗他的 没有人陪你过 对 我就是治他这毛病的 他平常都不联系我 就我一说我跟别人出去玩 他就开始联系我了 平常你怎么没那么多联系我呀 因为现在确实工作比较忙嘛 他什么节都要过吧 确实比较多吧 比较多 六一节都过 大概没有什么节不过了 是吧 老人节他过嘛 重阳节他过嘛 你过吗 不过 我就过一些很正常的节日呀 对 就一个22岁的人 过六一儿童节 这就挺正常的节 正常正常 所以你男朋友觉得你作是吧 那都是因为他少联系我 我才那么作的 你们在一个城市吗 我不在 我们是异地恋 还异地 那难怪呢 所以女生要的不是过那个节 是找一个借口的陪伴 是不是 所以女生才会说 是吧 对 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异地恋 然后他平常都不怎么联系我 异地有多远呢 就是一个在安阳 一个在郑州 这个车程有多少 我车两三个小时 那还挺远的 但是我们刚开始一年 都是他来找我的 但是这一年他根本就不找我了 每次都是我坐火车 在转公交去找他的 而且平常我也很忙呀 好不容易抽出来点时间 去找他联系他了 结果打视频 视频不接 语音 语音不接 然后打电话也不接 最后好不容易接了 问他在干嘛 他就在玩游戏 你有时间玩游戏 怎么不联系我呀 我那天也跟他解释了 可能他个性比较强吧 然后就跟我分手了 分手了 对 然后分开了两个多月 我联系他两个多月 后来是从一个 我俩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儿 听说他跟一个男性朋友 走得比较近 男闺蜜吧 可能是 然后俩人都还抱在一块儿 我就奇怪 怎么就抱在一块儿了 他就是我普通朋友 然后那次还是因为我们两个 他玩游戏吵架的嘛 分手了 对啊 然后我就特别伤心 就哭了嘛 那个男生是我在公司 比较好的一个朋友 他还比较了解我们的事情 我就向他诉苦 然后就哭出来了 就抱了他一下 你说女生哭的时候 就想找一点肩膀依靠一下嘛 但是人家是有女朋友的 我们在一起就是普通朋友 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 反倒是他和一个 刚认识不久的女性朋友 搞暧昧 我那次我去找他 结果手机上还有两个人 特别亲密的照片 头贴头的照片 每天对人家嘘寒温暖的 下雨了提醒人家打把伞衣 一天能问好几次你吃饭了吗 你怎么没时间来问我呀 没有 可能是那段 我俩时间吵架吧 刚好一个女孩 一个朋友比较温柔吧 然后就多聊了几句 但是只是普通朋友 那实际说白的两位 是曾经分手过的对吧 对 你们异地多久啊 两年多都是一地 是大学毕业在一起的 那你们干嘛不想尽办法 到同一个城市生活呢 我就想让他来我的城市 为什么你不去他那儿呢 你是在郑州是吧 我是在郑州干活 但是老家是三门峡那边的 我现在对他安全感一点又不够 然后我就想回家乡发展 然后他不想回家乡 你跟他去呗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现在在我这里 基本上已经站稳脚了 然后另外我现在发展不错 我觉得他父母对我俩的感情 不是很看好 那你去了证明给他们看呀 我觉得我如果去的话 可能他父母 可能是一个阻碍吧 你没事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这样 所以 这是一个死局嘛 他的因果关系是 因为在异地恋期间 男生曾经做出一些让女生非常不放心的事 所以这个女孩子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你 到你的城市去 听明白了吗 而男生觉得你不来 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女生的想法是 如果你相爱 你就到我的老家来嘛 男生给了一个结果是说 我还怕他的父母阻碍我们的生活 阻挠我们的生活 所以这好像是摆在你们恋情之间最大的一座山是不是 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心里还有他吗 有 你心里确实还有他吗 有 好 你打算怎么办 我希望 我还是希望他 来我的城市 如果他执意要回家的话 你怎么办 可以不回答了 女生 我想回家考那个教室资格证 然后爸妈给那家里那边安排了好多未来的事情 反正这一次我来这里就是想让他跟我一起回家相话 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跟你回去 对 我们就遵守吧 对对对 回去之后还有可能是吧 回去之后只是余地是吧 哎呀 一段爱 爱成这么累 那又何必呢 来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这还比较纠结的啊 听完这个很纠结的一段恋情 来 二十二岁这个年纪 如果就已经是为情所困到这个程度了 其实挺没有必要的 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 个人人生经历的一种挥霍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了 异地恋本来就很难 异地恋想要修成正果 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人做出牺牲跟付出 两个人如果都不牺牲或者都在观望 那你们一定是无疾而终 你们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其中呢到底谁做牺牲其实有一个标准 尤其在你们两个人的心目当中 身上特殊性 标准 当事人如果都很懵懂 未来的规划 没关系 把两个人的规划摆在桌子上 你们自己没有评判标准的时候 让你们家人一起评判一下 谁的规划更靠谱 更能够帮你们走在一起 走在之后 还有个很好的 不断地去上升的一个计划 事业啊 生活啊 家庭啊 个人发展 而不像现在这么茫然 我觉得两个人现在很痛苦 我还是那个观点了 二十二岁不要为情所困 你才刚刚出入社会 对不对 有大好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不要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感情上 因为你现在根本承担不起 你脑海中的那份爱情 你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到那个时候 先把自己变得更强大 好吗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是的 可以放一放 先要生活嘛 谢谢于东莱 来来来 夏老师 在我看来 你们两个人的爱情 只停留在口头而已 你们都是说着我爱你 可是实际行动 并没有做爱的事情 男生经常会许诺 但是没办法兑现 可能有现实的原因 可是你可以把这种许诺 变成其他的方式 不一定非要用物质上的东西 去刺激女方 你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去许诺 那对女生来说 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事情 自己心里面清楚 异地恋有很多 不是说因为距离分开了 而是因为空间 就是距离给了你们彼此 更大的空间 而你们又正好 没有认真的谈恋爱 那就有开小差的 这个空间了 最后就是这个空间 导致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然后打着 你不跟我来到我的城市 你也不跟我来到 我的城市的名号 散了 所以其实说到底归根结底 还是没有认真谈恋爱 或者说没有认认真真去爱 或者干脆说白了就是 我没那么喜欢你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们扪心自问 就不要耽误对方彼此的时间 好聚好散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磨磨良心 看看到底是因爱还是不爱 听听涂老师怎么说 人的最大的能力就是辩解 与其用辩解去百般地解释 自己的不勇敢 不努力和不忠诚 不如直白地说一句 我没那么爱你 男生说 两年之后也就是今天 我在当地已经站稳脚跟了 所以我希望你来 那两年前 女生说 我介意你和另外一个女生 暧昧不清 但是你又何尝不是 趴在另外一个男生的肩上 虽然你说那是普通朋友 如果说异地恋 就是分别都在异地 如果你们现在两人之间的 这个距离就是异地 那结束异地太方便了 他冲过去 又或者是你冲过来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你们两个人身上 谁也没有背负 什么重大的历史使命 也没有什么重大的 家庭的继承任务 你们在当地一个城市 对于你们来说 又有多少的牵绊呢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你会因为一个人 爱上一座城 但是你们分明都没这么做 谁也不愿冲过去 谁也不愿意冲过来 又何必辩解 和自欺欺人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也挺可悲的 就现在的恋爱谈的都 务实到了 只要一个结果了 是吧 那歌唱得特好嘛 相爱需要勇气嘛 什么是勇气 其实勇气就是 我们俩爱的 要死要活的时候 怎么舍得分离嘛 也许是一种冲动嘛 我是真觉得 在这个时代 怎么会有一滴恋你说呢 不可能 那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奔了过去嘛 一头扎在你的怀抱里嘛 即使遍体鳞伤 我也愿意尝试过嘛 现在年轻人好 连这个也没有了 就口口声声说爱 那你们就尝试这种爱呗 你们觉得要在一起 就有人放弃 你们要觉得算了 我们连勇气都没有 是的勇气都没有 你们也就不要再谈爱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心里是有你的 不管你怎么觉得 我跟 我跟那个女孩 可能是 你在你心里 可能是觉得 我们有些爱没吧 但是 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不管给你买包 还是 给你买东西 然后买完以后 我又 吵吵 或者说是埋怨你 我都是愿意的 不管怎样 我都爱你 我希望 你还是能来 听明白了 谢谢老妹 请回吧 哦 有一个人掉河里了 我不会游泳 给我一个救生圈啊 岸上的人说 亲爱的 我爱死你了 我也不会游泳 救生圈 你想办法自己找吧 叫我们刚才 你确定 你不想 让我吃 我就是 你为你 想 给你 和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或者是怎樣 我願意去到她的城市 我願意回到家鄉 跟她一起拼搏 一起加油 不想確定日期 那場幸福距離 哪天能回憶 這兩人抱得好緊啊 在他們倆的心裏 可能都有一種 失而復得的感受 來 請亮燈 是吧 確定回她家啊 來 拿著 我那個游泳的故事 還沒說完呢 快來救我吧 她也跳進去了 親愛的我也不會有 也有可能兩個人一起死 不過沒關係 年輕嘛 轰轰烈烈的 認認真真的愛一場 不要問結果 好嗎 回到她的家鄉 試著讓她的父母接受你 如果你們真的相愛 沒有人可以阻撓你們在一起 如果你們從來就沒有愛過 或者壓根就不愛 任何的事和人 都會讓你們分開 加油吧 年輕人 秦輝 謝謝你們 秦輝 對他們來說是失而復得 對我們來說是嚇了一跳 大家準備都不充分 但是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 如果他們開始在乎這段感情 我相信也好 因為老師們幫他們做了一個 情感的試金石嘛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下載晶雲UP 了解更多的新聞資訊 接下來有請 陀佗老師進入到晶雲中央廚房 讓我們一起進入 伊貝師愛情保鮮界 有網友提問 最近我發現我老婆出軌了 就目前而言 應該是精神上的出軌 陀老師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處理 在背叛之後 總是想去問朋友 什麼如果換作是你 你會怎麼做呀 當他去問這樣的問題的同時 其實已然說明他內心 是想要寬恕對方的 而問別人 只是希望找一個理由 來說服自己怎麼做而已 其實別人是別人 自己是自己 你得問清楚自己的底線 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的底線就是不可原諒 那就忍痛放棄 如果你認為自己 有足夠的胸懷不計前嫌 並且有足夠的能力 把對方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那麼從今天開始 你就要忍辱服衷了 我們的節目是由 保濕護膚領先品牌 要保濕伊貝斯純的愛 放心愛 伊貝斯純淨面膜冠冥播出的 如果你想參與我們的節目 可以前往伊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貝斯的線下 銷售網點進行報名 那幾天和股方紅糖 感謝首席戰略合作商 股方紅糖 對於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愛情保衛戰 是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倫凱樂眼鏡大力支持的 再一次的謝謝電視機前 觀眾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謝謝大家